但您关心中央公费采购的辉瑞口服药 陆续送往药局了 那么现在整个分配的部分 看到中央全台各县市都有这么多份 那么未来居家确诊者个案 要透过视讯诊疗拿到处方间 就能其亲友带领或是药师来送药 主要就是针对有慢性病史的高风险因子或年龄不同 而有史惠辉瑞或是墨沙冬的区别 但相关的评估还是必须要由医师来做专业的判定 民众你是没有办法自行购买 一项项药物从货车上卸下 统统搬进药局内 继墨沙冬后 只回辉瑞口服药也已经全面到位 中央一共下定三十七万份 目前全台已经发下两万份 陆续下放给各县市五十七家核心药局 民众可透过视讯诊疗拿到处方签 请有带领或是提供电子处方给药局 再请药师协助配送 但得留意不是每个人都实用 除了多数慢性病等高风型因子 两款药物也有年龄上使用的区别 像是辉瑞口服药得符合十二岁以上 体重大于等于四十公斤等条件 墨沙冬的莫娜皮拉维则是十八岁以上 无法使用其他药物者才会建议使用 但两者也都必须符合没有使用氧气 并且发病五天内使用 治疗效果最好 强调不得自行购买 全得由医师评估 但面对居家照护 飙升八万多人 中重症数字不见反增 口服药能否成为治疗的一线曙光 视讯诊疗又是一大障碍难关 记者王家金黄教委 台北斯文部到